欢迎大家收看加拿大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被解职的OpenAI首席执行官阿尔特曼 讨论了可能的回归 并考虑创办新的人工智能企业 特鲁多政府将打击像Airbnb这样 从短期租赁中获利的人 消息来源 弗里兰将于周二提交秋季财政更新 因生活成本主导政治 你是他的幸存者之一吗 彼得、尼加德、皮特·奈格尔 如何在他第一次性侵犯指控几十年后 最终被绳之以法 加拿大需要成为开放银行的快速追随者 请大家收看 被解职的OpenAI首席执行官阿尔特曼 讨论了可能的回归 并考虑创办新的人工智能企业 加拿大环球邮报 据报道 OpenAI最近被解雇的首席执行官山姆 奥尔特曼正在讨论可能重返他共同创办的公司 奥尔特曼在一次意外的举动中被OpenAI董事会解雇 但包括持有该公司49%股份的微软在内的投资者 据说正在讨论损害控制 并有可能推动奥尔特曼恢复职位 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称 奥尔特曼还在考虑创办一家新的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上位对这些报道发表评论 特鲁多政府将打击像Airbnb这样从短期租赁中获利的人 消息来源 多伦多星报 加拿大财政部长克里斯蒂亚 弗里兰德计划在政府秋季财政报告中宣布措施 以减少将房产用作短期租赁的吸引力 在已经限制短期租赁的地区 房产所有者将不能再将租赁费用列为收入 以阻止人们违反当地限制 并在平台如Airbnb上列出房产 此举是为了应对联邦政府增加加拿大住房供应的要求 弗里兰将于周二提交秋季财政更新 因生活成本主导政治 多伦多星报 加拿大政府将于周二发布其秋季财政更新报告 重点关注住房和可负担性问题 自由党政府一直在努力赢回加拿大人的青睐 因为他们感到生活成本不断上涨而感到不堪重负 财政部长克里斯蒂亚 弗里兰一直对开支持保持谨慎态度 表示投资必须在财政责任框架内进行 政府已经宣布了一些措施来解决住房供应问题 例如取消租赁开发的商品服务税 并将联邦房地产用于住房 然而专家们预计政府将把重大政策留到春季预算中 加拿大住房和抵押贷款公司估计 到2030年 加拿大需要建造580万套住房 以恢复可负担性 反对党已经提出了他们对财政更新的一些期望 保守党要求结束探定价 新民主党要求采取行动 解决可负担性住房和食品价格问题 加拿大经济显示出放缓的迹象 有人呼吁控制开支以帮助降低利率和通胀 你是他的幸存者之一吗 彼得、尼加德、皮特奈格尔如何在他第一次性侵犯指控几十年后 最终被绳之以法 多伦多星报 加拿大时尚大亨彼得、尼加德、皮特奈格尔的垮台始于2020年 当时在美国对他提起了集体诉讼 这起诉讼迅速发展到包括57名女性 他们声称尼加德对他们进行了性侵犯或犯运 随后在纽约和加拿大三个省份受到刑事指控 2021年11月 尼加德被判犯有在1980年代末和2005年性侵犯四名女性的罪名 尽管他被判无罪释放第五项指控 他尚未被判刑 尼加德一直否认在诉讼和刑事指控方面 有任何不当行为 尼加德的垮台是审查这些女性索赔的美国民事律师 Shina Moroney的努力的结果 Shina Moroney是一名治疗师 为她的客户辩护并帮助他们向警方报告指控 以及一位亿万富翁邻居在听到指控后采取行动 参与诉讼的妇女人数现已增加到100多人 诉讼被搁置 直到向130多名原告重新提起诉讼 加拿大需要成为开放银行的快速追随者 多伦多新报 罗特曼管理学院Rotman School of Management 营销系成员单 理查兹Dan Richards表示 由于缺乏开放银行的采用 加拿大金融科技初创公司落后于全球同行 理查兹表示 开放银行业务将允许加拿大消费者比较替代方案 并将他们的业务转移到新的参与者 为小公司提供竞争机会 并为消费者提供新服务 理查兹说 英国在2017年率先实施开放银行业务 其次是澳大利亚在2019年 但加拿大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在萨斯喀彻温省建设的大型甲矿 为女性开辟了新的领域 多伦多新报 采矿公司BHP已经在加拿大 萨斯喀彻温省的詹森甲矿项目 和公司办公室实现了性别平衡 女性现在占工作人员的43%以上 是该省成为全球首个达到BHP性别平衡目标的地点 2016年 BHP宣布其目标是在2025年底前实现全球员工的性别平衡 采矿业一直以来都是男性主导 2019年加拿大采矿业的女性员工仅占14% BHP之所以能够取得这一成就 是因为詹森甲矿是一座全新的矿山 使得该公司能够从头开始建立一个现代化 包容性强的员工队伍 BHP自己的数据显示 女性员工比例较高的场所在安全 工作文化 士气和整体生产方面表现更好 该公司还计划将詹森矿工作人员中的土著代表比例 从8%增加到2026年底的20% 艺术日历 11月19日这一周的活动 华尔街日报 华尔街日报公布了每周的电影、电视节目、戏剧作品、歌剧和展览清单 该名单包括雷德利、斯科特的历史史诗《拿破仑》、迪士尼的动画音乐剧《愿望》和日剧《怪物》的上映 索菲为安大略省的患者和士兵带来了同情心 并暗示了皇室访问的未来 加拿大CBC 爱丁堡公爵夫人索菲最近在安大略省南部参观了为期三天的大学健康网络设施 她的访问凸显了她对全球健康倡议的深入了解以及与患者会面的奉献精神 苏菲的访问可能预示着皇室成员访问类型可能变得更加常见 因为高级工作成员越来越少 近年来 苏菲的知名度不断提高 她的访问引起了公众对她所做工作的兴趣 在她访问大学健康网络期间 苏菲了解了虚拟现实在低势力康复和老年急诊室建设中的作用 她对这些创新印象深刻 并表示打算与世界各地的人分享她所见到的 苏菲的访问还对患者产生了积极影响 他们感谢有机会分享自己的故事 并在她的到来中找到了灵感 阿尔伯塔大学因对涉嫌哈马斯强奸案提出质疑的信件 而更换了性侵中心主任 加拿大环球邮报 阿尔伯塔大学校长表示 该校已经更换了其性侵中心的主任 因为该中心支持了一封公开信 质疑了上个月 哈马斯对以色列的致命入侵期间的性侵指控的有效性 小甲虫拯救了被毛绒侵入性昆虫攻击的新斯科社州铁山 多伦多星报 数千只黑色拉里科比斯甲虫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运往新斯科社西南部 以帮助保护铁山树免受来自日本的毛细牙侵害 这种甲虫以毛细牙为食 如果不加以控制 将会导致新斯科社的铁山树数量减少90% 这种甲虫已经在美国用于控制毛细牙 而这是它首次用于加拿大的铁山树上 这些甲虫上个月在新斯科社释放 科学家将在冬季监测它们的存活情况 安大略省的制造商也需要一个成长的地方 多伦多星报 加拿大制造业对安大略省最近对省级政策声明的更改感到担忧 该声明取消了对省级重要就业区的保护 这些区域被指定用于保护 对该省经济和竞争力至关重要的地区 取消这些保护措施可能导致土地使用规划的不确定性和不一致 减少工业和商业开发用地的可用性 提高土地价格 并限制创造就业机会 制造业认为 这些变化破坏了该省吸引和留住关键行业企业的努力 据警方称 多伦多一名男子因袭击穆斯林社区成员而面临多项指控 加拿大环球邮报 一名28岁男子因涉嫌在多伦多对穆斯林社区成员进行一系列仇恨攻击而面临指控 嫌疑人被指控在向一名出租车司机询问他是否是穆斯林后 用一种未知物质喷洒他 同一天晚些时候 一名戴着头巾的女子被嫌疑人接近后 据称被喷洒在脸上 嫌疑人还被指控在该是一座清真寺外相 站在外面的人投掷石块并大喊辱骂语 嫌疑人已被逮捕 面临17项指控 包括袭击和携带隐蔽武器 加拿大穆斯林全国委员会表示 他们正在与调查人员密切合作处理这些袭击事件 解开后山地区数十年前的飞机残骸之谜 卫报 在不略颠哥伦比亚省的一次搜救演习中 一支狩猎队发现了一架巨性坠毁的飞机的残骸 引发了混乱 警方赶到事故现场 位于该地区的一个偏远地区 得出结论称这架飞机可能在坠毁中被摧毁 但在现场没有发现任何尸体 然而 加拿大皇家骑警后来声称 没有关于失踪飞机或乘客的报告 事实上 这架飞机是去年夏天 由一支搜救队放置在山顶上 作为训练演习的一部分 恢复自由贸易一程 彭博社 美国对自由贸易的转变 是由于长期劳动力市场疲软 彭博社报道称 文章认为 在美国利率低 通胀低和失灵就业率低迷的情况下 保护就业免受外国竞争的想法 似乎很有吸引力 但现在就业机会多 通胀成为选民关注的重点 美国应该寻求开放市场竞争 降低关税 以降低价格和抑制通胀 在新冠疫情和Ulas争议期间担任 帝国理工学院负责人的人 获得了最大的加薪 英国每日电讯 爱丽丝 加斯特是伦敦帝国学院的前副校长 他在英国大学领导人中获得了最大的加薪 他的总报酬在2021至2022学年增加了18.6万英镑 达到了71.4万英镑 加斯特在此期间的基本工资增加到了36.5万英镑 他在上一个学年的总收入为52.74万英镑 加斯特在帝国学院任职期间面临争议 调查发现他曾欺负员工 该大学还因其对新冠病毒和超低排放区Ulas研究而受到批评 其他英国大学领导人的加薪也受到了审查 前五名副校长的收入都超过了50万英镑 而有10人在2021至2022学年的收入超过了40万英镑 最高薪副校长是剑桥大学的斯蒂芬 图普 他的总报酬为52.6万英镑 毕业生的经济负担将增加 因为学生贷款偿还规则发生了变化 引入第五计划 学生贷款意味着毕业生的贷款将在毕业后40年后才能被清除 而之前的系统是30年 各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系列有趣的新闻内容 首先 我们听说了被解职的欧布内亚首席执行官阿尔特曼可能回归的消息 看来他在人工智能领域还有很大的野心呢 接着 我们了解到加拿大政府计划打击短期租赁平台如Airbnb的利润 以解决住房供应问题 此外 加拿大财政部长弗里兰德将在秋季财政更新中重点关注住房和可负担性问题 希望能缓解加拿大人面临的生活成本压力 另外 我们还看到了加拿大时尚大亨比德 尼加德的案件进展 他最终因性侵犯指控被绳之以法 此外 我们了解到加拿大金融科技初创公司在开放银行业务方面落后于全球同行 需要加快步伐追赶 同时 加拿大的假矿项目为女性开辟了新的领域 实现了性别平衡 最后 我们还了解到安大略省的制造商对政策变化感到担忧 担心会影响工业和商业的发展 这些新闻看似各自独立 但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共同的问题和趋势 比如加拿大住房供应不足 科技创新的重要性 以及性别平衡的推动 这些问题都关乎我们的生活和未来 希望大家也能关注和讨论 那么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欢迎大家参与讨论并提问 谢谢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葛中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